各位早晨,今天是10月21日 昨晚美股指數方面的三大指數繼續下跌 跌幅在1.2%至1.1%之間 全線向下 美股方面,昨晚的利淡消息就是 現在的拜登市局經濟方案有機會延遲 另外,主要是幾大利淡因素都困擾著全球大市 包括是一個變種病毒的疫情 會否再爆發新一輪的封城 另外,我覺得最大影響力的 就是惡性通脹和加息的憂慮 這兩大因素都分別在影響著 究竟要如何才可以解決到這樣的通脹問題 這是對政府和美聯署的考驗 亦都影響著美股調整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而且很主要就是 其實美股是升了很多 今年至十月頭大約都升了兩成 而過往很多時都是一成幾 11%左右的升幅 所以其實今年是升得比較多 所以有回調也是很正常 而港股呢 都累跌多了 今天就彈了一些 升一百點左右 大家就不要見升少少 就要入場了 現在來說 我想港股美股都偏向保守一些 尤其是港股 大家就不要太快衝入場了 我們來看看